为了挽救经济颓势 民进党当局早在数月前 就曾经提出所谓振兴经济三部曲 看起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颇有节奏感 但是撕开这些名头响亮的政策包装 里面只有发钱两个字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尤其对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台湾经济影响深远 台当局劳动事务主管部门 24号发布最新无薪价数据 岛内实施无薪价的企业数和人数 再度升高至1049家 25208人 交上周增加75家 1601人 显示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不仅没有暂缓 反而不断加深 最近岛内正在发放的三倍券 看起来非常实惠 民众花1000元新台币 就能购买到价值3000元新台币的三倍券 但实际使用时却并没有那么美好 领取流程非常麻烦 使用受限都被民众诟病 有媒体评论称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去排队或上网预约 来换取优惠 恰恰说明老百姓钱包别别 对外来收入情况充满悲观预期 民进党当局自以为是的成果 其实是台湾经济沉沦的铁证 不得还能购买到你 会智激不耐用 camb脸并将能购买到你 不得又是 这样子 我输入